这台拖挂房车我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 击空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空调问题 每天热的要死 这个实在是受不了 然后今天到了一个12伏的电瓶空调 只需要接12伏的电瓶就可以进行工作的 这个空调非常非常省电 等一下去找一个修理厂把它装起来 装好了以后跟大家测试一下 这个耗电的能量跟它的制冷功率怎么样 这个空调呢 内机就跟家用的内机空调是一样的 而它的外机很特殊 外机是这么小一点 这个空调不单单是说 我们现在这种房车可以用 包括你们如果要改床车的话也可以用 这个东西只需要装在底盘下面就可以了 然后接上12伏的电源 没有外机的烦恼 所以这个是很推荐大家安装的一个设备 尤其是床车 没办法解决注车空调的问题的情况下 使用它完美解决你夏天使用空调的问题 我现在到了修理厂 现在在安装这个12伏的空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调装在下面有多大 其实占用空间非常非常小 一般的车装在发动机的机舱里面 基本上都可以安装 现在咱们那个主机的制冷器已经装好了 那边呢还有一个分扇 那个分扇等一下给它固定到旁边的这个底盘下面 然后把管子接上 内机装起来就搞定 空调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刚刚好 洞已经打通了 管子接起来就可以了 我的电池呢是12伏跟220伏的 是分离用的 改天有机会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车里面那七八糟的 装好了 再收拾 现在空调已经安装完毕 测试了 比之前那个凉的太多太多了 新的空调装好了以后 现在我们打算把这个旧的底子空调没用的 给它拆下来 这么大一个储物空间 我可以放好多好的东西 要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现在接着把衣柜的门给它装好 我在不用的时候就可以给它盖起来 显得比较美观 我们现在看到我的电池是400A的 现在开到最冷的情况下 它的运电功率是531瓦 功率全开的情况下 可以用9个小时42分钟 新的空调呢 我现在已经换完了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弄个分散 整个车厢里面就特别特别凉 如果不弄个分散的话 就是床这边特别特别凉 然后我坐的这个位置 还是依然觉得热 没那么凉快 现在我坐的这个位置 它的温度是23.8度 然后我们车外面的温度 现在大约还是在38到39度左右 空调装完以后 整个人在车里面凉素素的那种感觉 哇太舒服太舒服了 我从下午2点半左右装好了 然后我现在已经是6点21分 马上快6点半了 那等于说我的空调已经开了 接近4个小时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量还剩余多少 现在电池的电量还有285安 以现在的瓦数持续工作 还可以工作7个半小时 它的工作是500多瓦 然后我的太阳能是800瓦 实际转换效率转换出能够真正充的电量的话 大约是460瓦到500瓦 正常白天的情况下 白天我用空调的话 一边用一边充刚好是解消掉了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晚上晚上会比较冷 到晚上的时候 它的耗电量应该不会那么高了 现在是500多瓦 到晚上有可能是两三百瓦 如果我中间有几个小时不开空调的话 我的电池还是会往上涨的 整个一天24小时用下来的情况下 我的电量可能就是说 三天左右去找一个充电的地方 去给我充电就可以了 以前那个底子空调 它的耗电量是1000瓦到1200瓦左右 但是整个空间一点都不冷 几乎每天你都要插在充电桩上 或者找到充电的地方 你才能睡一个安稳的觉 不然的话你完全没法睡觉 关于这个12伏的变频空调 后面的使用心得 跟它的整体的一个稳定性 可靠性 我会再出后续的视频 有想了解这些情况的 记得点个赞加个关注 等我更新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